电动机车Gogoro近期有许多的车主反应 电池消耗速度异常在行驶途中断电 以制造到追撞或者是自衰 民众依照电池服务合约和现行的法规 却无法获得应有的保障 对此行政院消保处承诺 将会召集经济部、交通部等相关的单位 检视定型化的契约 今年台湾推动静零碳牌 许多民众搭上中央与地方政府电动机车补助 择弃传统燃油机车 该选择电车作为代步交通工具 不过近年频繁出现电池品质不稳定 部分电池蓄电量不足或耗电速度异常快速 甚至骑程中突然断电非常危险 立法委员邱显至指出 目前车主遇到断电只能默默接受业者优惠折底 车友只能自己团结做记号 换电池似乎在赌博 神怕自己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 如果你真的上市动力的话 人家骑车在路上 那像台湾又多山 有可能是在很荒山野岭的地方 那或者是说这个后面有来车 什么有杀石车 那你想象这样的一个人 他万一瞬间失去动力 后面撞上去 后面撞上去之后 到法院去的时候 这可能是一条人命 然后这个撞到他的人 还觉得还在法院 基本上也没什么过失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冤枉的 GoGoro除了贩售车辆外 也提供其他车长电池租赁 全台生态系用户已突破280万 根据车主自救回报 收招害的歧视已多达500多笔 面对记者会提问 是否能尽快保障民众权益 列席的交通部运输监理师 专门委员赵经纬表示 近期已有跟瑞人公司接触 目前掌握有8万颗电池 会陆续下架 也要求车厂于19日 检视车辆设计是否有问题 一并提出车辆召回改善计划 会尽快为民众保障更多交通安全上的权益 有相关的定型化契约的应急载不得急的事项 才能解决在契约条晚上的不公平 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所以在会后 我们讲基于行政院 有相关的一个消费者权益的一个 主张的一个地位上面 会请相关的主管机关来做后续的演议 他们的厂牌电动机车 因为使用这些有瑕疵的电池 造成的一些行驶中出现断电的这个情形 只有车辆本身 可能有一些设计上面的一些瑕疵 要求瑞远公司叫做两周内 提出造回改善计划 最后秋显至点出合约中第九条免责条款 不负电池品质保证的责任 此条款非常不合理 行政院说明 将会尽数与相关部会研议 与消保法违反的政府机关都责无旁贷 记者薛峰特别采访报道